這看起來不像是學校耶 台電萬大發電所 我跟妳講喔 正公室 這邊呢 它就是以前的公學校 外面有一塊看板 對 那當年呢 這裡剛好在舉行 那個一年一度的運動會 喔 所以難怪還有一些 木造的建築物有保留下來 你看這舊照片喔 你用舊照片比對你就知道 那些木造建築物就保留下來 喔 當時就是這個地方發生了事情啊 而且趁著當時在演奏國歌的時候 當時賽德克族戰士手起刀弄 炸 將日本警察腦袋給砍了下來 從那天開始展開了將近50天的直戰 我去大陸大陸 六大部落三百泳池 在莫娜魯道的領導下 以日本國歌為信號 從今物色公學校聯合運動會會場 襲殺日本人 在莫娜魯道的領導下 開始唱歌歌的時候 就是派生派下來的人 你去 那些人 那些人 拿出來 走出去 我日本警察的 經歷員 經歷員 在莫娜的旁邊 都把這些 副烈的警察生態 他們甚至於反賽德克族 不列取女人 跟兒童手機的粗草習俗 對於參加運動會的日本人 展開 能差別性砍殺 很多日本警察 日本官員 老師 一舉就殺了 像兩百多人 有些小孩子也被殺 而且他們年輕人 還有準備要把那個電線 那個通話線都切斷 然後 最後還是消息 傳到山下來 日本總督知道了 不得了 所以接下來就是要反攻 戰役慘烈 政經島內外 尤其是日本統治當局 當時物色地區 可是被稱為 模範翻車 但看似平靜的乖乖牌 卻因長年遭受日本慣例的欺安 被迫拋棄族人客手的 社會規範 波濤洶湧 塞德克巴萊 意思是 塞德克的 人的意思 巴萊是 金錢 塞德克巴萊 合起來就是真正的人 那時候就 說人要做什麼 因為人要有刺民 才有主婚 結婚 傳宗階段 但是刺民要有主婚 少女人 以前要打人 要出草 台貨的人 人頭 少女人 要這步 做什麼 要做一個人不太簡單 最不要達到目標 文面也不可以 什麼都不可以 對他們來說 這就是 切斷人和祖先的面相 所謂的模範設計 是把你給文明化 可是文明化就違反了 它的原本的文化 那再加上我們說 勞動力上的剝奪剝削 然後還有最重要就是 讓他們比如說出草 然後跟文面 所以後來 他們當然就 抓狂了 那個時候的原住民 還要服勞役啊 做工就對了 做工然後 薪水又很少耶 工資很少 甚至有時候還會欺騙人 還會剋扣 甚至還有原住民 與日本人通婚問題 都埋下了 紛爭的火種 像這個日本警察 就說 他在日本已經有帶母 來台灣 派出之後 在這裡 他又帶出來 但是 他退休要回到 他就 走回去 這個就沒有 沒處理了 還有一些 塞德克的姑娘 被我們拋棄 不過那裡的妹妹 也是 嫁給日本警察 最後也是被日本警察 走了之後 就把他拋棄了 以原住民他們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 我們說 是一件非常丟臉的事情 甚至是 我們說 那個女孩 變成一個不潔的女人 那 縱使 他們部落的文化 或許是這樣子 但這怎麼講 這我妹妹啊 我小妹妹 她當然要回去早餐 仇恨的余慶還在煩憂 然而 物色事件的發生 富然的引爆點 竟然是一場 正在馬赫波色 舉行的婚禮 日本警察叫吉春的 剛才經過 那她 莫納魯道的兒子 拿酒 要給她 日本警察就說 你手 煩火 再辣燒的 我不要喝 她 她就要喝 叫日本人 喝 喝 隔天 這個 原住民這邊 就覺得說 哇 這樣欺負到警察 以後比較麻煩 這個莫納魯道 就帶著兒子 去日本警察那邊 然後向她盜竊 可是日本警察不接受 他們也認為說 日本警察會 可能會先發制人 殺他們 我乾脆先殺過去就算了 結果就 在御用運動會的時候 他們蜂擁有效 這個想法可以說 人文化的想法 因為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尊嚴 自己的靈魂 自己的靈魂 去整個事情 他逼到走投無法生存 我必然要死 然後我又跟你一起死 我只死得比你更 更別將 賽德克族人 襲擊的消息 很快傳回日本統計當局 火速調動 大批軍警 進攻勿勝 別人怎麼說 你本人的軍隊 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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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最後退去刷 還有好多婦女 為了激勵夫婿的戰鬥意志 讓他們無後顧之憂 帶著孩子 集體質疑生死 一張櫥子 釣幾個房子 二十四個人 釣到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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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相信 他們的祖先是 因為櫥子 釣到那些人 所以就回到櫥子 所以就回到櫥子 照顧人 要留下來 跟日本人 賺到最好的 親戚為止 所以他們 一開始就 沒想過 但賽德克族人 真的事實如歸 讓日本人更加的抓狂 發動更大的攻勢 以三炮飛機轟炸外 並投擲毒氣彈 全面攻擊 所謂的糜爛性炸彈 就是用毒氣 應該這麼講 因為當時的 國際和平公約裡面 是說連戰爭 都不能使用毒氣 可是 日本人對原住民 居然使用毒氣 所以當時還引起我們 蔣貴水 台灣民眾黨 發電報 通告國際聯盟 新國際民民 日本 竟然用毒氣 毒害我們的原住民 最後 日本軍警 甚至才以以翻字翻的策略 利用沒有參加反抗的 物色地區其他族人 組成衛方番奇襲隊 對付反抗的原住民 原住民裡面 族群之間有 平常就有一些 一些衝突 所以他就利用沒有反抗日本的一些原住民族 泰雅族的裡面 用他們來對抗反抗者 所以同樣是原住民族 有的人親日 有的人是反抗日 就利用這樣的一種毛病 甚至提供他們武器 但是我看這個 你們都不認識 所以他們不認識 不會認識 你們騎到這 然後你們 就要用到 他們進入 我喜歡 自己不喜歡 這麼多 他們沒有辦法 去那裡 沒有了 去那邊 人 未來 與那邊 但這陣子 大頭目大概將近100個勇士 去找莫達魯道這一群 到山山裡面 莫達魯道這一群已經 埋好陷阱 就在霧社對面那個山 那邊扶擠他們 所以死了18個人 連大頭目赴山回來 然後後來是死在這個部落裡面 那過程當然很慘烈 我們看到那個照片 很多那麼頭顱有沒有 好 那這個是第一次物色事件 眼看大事已去 莫達魯道先極闢家眷 而後自殺 許多豬人也追隨 期盼透過樹梢到彩虹橋上 與祖林會合 如果說照到那裡 不可能我怎麼下去 自己的孫子和她的姻母有台式 這段告訴我姻母看到 祖林釣導 我感覺到 吊頭最具的土床 白骨 這麼棒 莫達魯道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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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達魯道 他們發起這個 無色事名的都可以說 差不多死一半 他參加的來說 死到要剩下兩百個 每一個家庭都 沒有這個家庭是這麼重的 經歷了五十多天的對抗 物色事件劃下了休止符 四年後 莫達魯道的遺體 被後來打獵的三包發現 儘管這場抗暴行動 賽德克人鬥爭失敗 捍衛了部落的尊嚴 也為台灣人民抗日史 寫下了光輝的遺頁 繞了好久的山路 我們終於到了耶 這裡就是台14縣 74公里處的仁子關 仁子關 不得了 特別還做了一個板子 來紀念 仁子關 清朝的時候 那時候好像就下命令了 漢仁子部 所以漢仁子部的關卡 仁子關了 沒錯 因為在清朝的時候 他當時是漢班隔離的政策 所以在這邊設了一個關卡 在1902年當時 日軍派了大概兩百多個人 來偵查 那就遇到了原住民的激烈反抗 史稱仁子關之戰 那最後日本人兵敗撤退 後來就真的就限定了這個結界 不過後來這個日軍是怎麼盡當勿赦的 竟然都知道這個地方很難拿了 正面來不及怎麼辦 那就來贏的囉 所以當時日本人 他們當時說 第一個先用經濟封鎖 禁止漢人跟原住民做交易 那原住民畢竟他還是需要一些平地的 一些物資嘛 再來更壞的是什麼 以翻自翻 以疑自疑 所以他當時利用原住民之間的矛盾 派了一組的原住民去灌醉賽德克斯蘭 然後趁夜齊喜 然後打進了霧社 既然都打進霧社 那就也沒辦法至少聽話囉 不過怎麼會後續 其實也平靜了30年左右 據說莫娜武道自己都還去學了日文呢 其實在霧社事件發生以前 莫娜武道已經密謀要起義兩次 喔 但是他們突然要白了 喔 自己人要的 對對對 所以起義失敗 那日本人當時咧 因為日本一直喜歡用文化壓制 所以他曾經把莫娜武道送到日本去觀摩去學習 用日本文化或是現代化去壓制它去嚇它 那是無奈 我覺得文化差異太大了 所以反而加深的莫娜武道對日本政府的不滿 喔 所以才會有那一句名言 如果文明是要我們卑躬屈膝 那我就讓你看到野蠻的驕傲 他在十四八歲獵手的時候 他過河一扛 裂下敵人的手 他那種膽識 槍還在打 他扛過去 把他裂掉 莫娜魯道1882年 生於台灣南投大山裡 霧社部落 他強健魁舞 膽識過人 公道正派 實受到敬重的 部落首領 如此英勇善戰的莫娜魯道 在霧社事件 1930年 舉槍自盡後 伊虎卻到1973年才贏回霧社 這當中將近半個世紀 遺骸去哪兒了 他們知道莫娜魯道是在台大 在我們台大考古館裡面 這個考古館裡面 他原先是在台大一些 研究完拿到文學 更怪的是 莫娜魯道在馬赫波洞窟被發現時 已經死了四年 一腳骨骸仍有表皮 為完全腐爛 呈現木乃一狀 日本人沒讓他入土為安 反倒將他的遺骨 當展覽品 也當研究物 他是變標本 完全是那個 骨頭 骨頭 就是他這邊還有 他這邊 我祖母特別跟我講 他左邊這邊有銀色的那個 鎖子 鎖 還在銀色 但脫不掉 邱建堂事務社事件遺族後代 就讀台大經濟系時 就知道莫娜魯道的遺骸藏於校內 後來也是他 力促將莫娜魯到遺骨送回故鄉 我跟他一起回來 六小時中 台大一直到那個屋舍 我們一起來的 我跟我故障 我就睡在他旁邊 他們一直在想 想當年 想當年 在能高山這個山上 變成英雄人物 現在變成 竟然變成這個 屋舍部落群跟日本的糾葛 從人質觀一役 就註定了命運 日軍向物社延伸殖民勢力 卻屢屢遭到原住民殲滅 他們最大的敵是誰 日本人以一致疑 讓布農族 在姐妹園設下鴻門宴 成功挑割兩族群 賽德克死傷慘重 日本人也趁外一舉攻戰物社 日本人強行採禮藩政策 為了掠奪山上資源 剝削勞動 試則鞭打更是家常便飯 完全同意以後 在1911年後 日本人就辦一個全省的 原住民頭目的日本禮物 其實日本考察的目的就是 讓你了解日本是很大的 不是你在山上看著日本 你看日本 日本有灰灰的飛機 在家裡 它有那個飛機 有殺人的學校 學校啊 日本的樹葉一樣多 和活流沙子一樣多 你看 我們這麼說 年紀人不扁煙一點 孟大魯道雖對日本不滿 但也知道帝國不好惹 而他也遭日本人利用 來牽制其他各部落 桑拉茅事件 幕後推手就是日本 因為那個桑拉茅事件 現在就離上地區了 我太遠了 那他們 亂 應該也是一樣 他們是仿泛了日本 對 他們也是殺了日本 對 他們也是殺了日本 孟大魯道等四個部落 在日方脅迫下發動攻勢 傷了25顆泰雅族人頭 有住民 一種傳統文化說 你如果真是拿著打壓英雄 你應該是一對一嘛 打勇士嘛 你不應該打 打那個老弱婦女 我們在看歷史人物的時候 你不用去把他給神格化 OK 那他有一些事情是 可以讓你感動的 那有一些事情 他可能是做錯的 這個其實都是很正常的 日本人的倚儀質疑 不僅用在不同族群 甚至也引發賽德克族內 不同部落的內鬥 最著名的 與盜責群頭目 鐵木瓦利斯恩怨 武射事件中 鐵木瓦利斯 遭日本人利用 帥位方班襲擊隊 追殺莫娜魯道不成 反倒遭殺害 等到武射事件過後 他的族人竟還遭到教唆 屠殺莫娜魯道移族 4月2日後 先把我們屠殺掉 放在集中營以後 然後他叫那個 多點槍給他們 把我們屠殺 屠殺看殺多少 剛好殺一半 日方為掩蓋罪行 稱這次的保護番 襲擊事件 為第二次 勿射事件 至此存活的賽德克族 只剩298人 為了方便管理 日本人將他們強制驅離 到50公里遠的川中島 也就是現在的 清流部落 低海拔又是水稻之鄉 表面看來 日本人給了他們 封盛之地 但賽德克族 原就是生長在山裡 千村過程 罹患瘧疾 甚至因為滅族 痛不欲生而尋短的 比比皆是 張成妹的母親 是馬侯莫娜 也就是莫娜魯道的女兒 勿射事件後 父親引誕 全家族上吊自盡 只有她被救活 送去治療 馬侯莫娜 她一樣馬侯莫娜 部落的鄰居 她們總是要一直長大的 馬侯莫娜一定 要相當要一個女孩子 她比較要心裡 安全感這樣 張成妹成了馬侯莫娜 心裡最大的支柱 她們都在心裡 她的心裡 她是在心裡 我會有心裡 她的心裡 她是在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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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上留在這裡 你們都走啦 我應該要跟你們一起走 可是還是留在這裡 要照顧孩子 馬洪莫娜把心思放在孩子上 也一手帶大張成妹五個兒女 直到1973年離開人世 到死之前不再多言誤射事件 因為到清流部落後 日本又展開新一波的清算 屠殺 誤射事件已經是部落裡的禁忌 一起抓了23個人 我們來200多人 老肉殘兵268人 又重點抓了23個人 一起就掉了一年 沒有回來 就被弄死了 所以從那個時候 我們老人家都不討誤射事件 斬草除根 也讓部落陷入極大恐懼 莫娜魯道一身功過 無人再提 直到1973年 伊谷被引回 而後樹立銅像 編入國小教材 甚至2000年發行莫娜魯道同壁 這才讓莫娜魯道的故事 不再被淹沒在荒煙漫草之中 我們剛講完莫娯魯道 對 妳有沒有看過那部電影賽德克巴萊 沒有 說實話 不過應該很多人看過 大家對於裡面的一些角色 都特別的有印象 莫娯魯道之外還有 好像還有一些特別的角色 妳知道 如果你來這邊玩 然後 常常可能會不小心遇到 電影裡面那些主角的後代 真的啊 對 其中我們說除了莫娜魯道以外 當年有一個日本人 特意塑造的樣板 就原住我們很照顧啊 我們跟他受高等教育啊 傳說中的花崗一郎 怎麼會給他照 為什麼會出現這張照片 在這個民宅裡面呢 我就跟妳講喔 妳隨便走可能都遇到他們的後代 在物色紀念公園的旁邊 有一間民宿 就我們現在做的地方囉 這個老闆娘的舊工 就是花崗一郎 舊工很清耶 除了花崗一郎以外 還有一個花崗二郎 喔 是另外一個舊工 弟弟 哪來那麼多舊工 其實花崗一郎跟花崗一郎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物色事件爆發後的第12天 日軍在鄰近合格社的小富士山 發現21具 吊掛在蜂樹上的屍首 他們全是賽德克族人 其中一位是花崗二郎 他的臉是沒有被蓋住的 那其他很多族人是他幫他做那個 花崗二郎替族人蓋上 能夠成為善林的帆布 選擇最後一個走上祖林橋 在豐樹南邊的平台上 還躺著花崗一郎 一家三口的遺骸 剛滿月的兒子被隔斷動脈 全在雙親懷裡 那個一郎爺爺他是切副 我覺得他切副這個意思 是很明顯的告訴日本人說 我們有對不起你 因為你用的是 對切副這個精神 一郎和二郎並非情兄弟 他們是日治時期 福育政策下 刻意栽培的賽德克青年 剛是三雷四嘛 那邊很多花 那所以就是把它取成花崗這樣子 對那就是一郎 不過他們不是情兄弟 我會這麼覺得喔 一號二號 就是他只是一個樣板人物嘛 兩人天資聰穎 還是頭目的孩子 順理成章成為 李帆當局的重點栽培對象 一郎和二郎先後 進入葡里小學就讀 常年穿和服 學日文 說日語 是當局眼中的磨散番童 一郎二郎當局滿優秀的 一郎二郎那是念初衷 全神第一個 當時叫台中師範學校 他還去那邊讀書 那他在那邊畢業回來以後 他在整個仁愛鄉 所有的警察裡面 連日本人都算了 他的學歷是最高的 可是他們回來 不是當警察的工作 而是當那種工友 或者是助手的工作這樣 兩人回到務社後 分別擔任一種巡查 和警釘的職務 就學和工作受到當局支配 婚姻也必須接受安排 另外有兩個女生就是 後來一個叫川野花子 一個叫高山初子 對他們就跟頭目講說 這個不錯啊 就讓他們結婚 1928年10月27日 同樣受到教化的賽德克少女 川野花子及高山初子 分別嫁給花岡一郎和花岡二郎 在部落裡過著日式家庭生活 直到務社事件爆發 他們的命運再次被迫改變 其實我奶奶不知道 他們要發生的事 所以她那一天還很開心的 穿著和服要去參加運動會 可是弄到一半發現怎麼 大家開始殺了這樣 她就躲在人家的屍體裡面 最後又爬出來 她說她那種東西 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一郎和二郎在牆上留下日文遺書 其中寫著 花岡兩必須離開這世間 因藩人被迫服太多勞役 引起憤怒 所以發生這事件 軍手以下職員 全部在公學校死亡 最後他們是自殺的嘛 對 因為 有關於所謂的認同的問題 那其實一直以來 統治台灣的政權 不管是滿清 日本人 還是後來的國民黨 他都會去混淆你的認同 所以到最後 我們說電影裡面 莫拉武道問過花岡一郎一句話 你死了之後 到底是要進日本的神社 還是祖靈的家嗎 可是當他接受 所謂的新的文化洗禮的時候 他會產生一種動搖 因為就是你的生活模式被改變了 在那個時代 縱使日本警察或許是瞧不起他的 但是跟他們自己部落的住人比起來 他地位是比較高的 某一種程度上來講 也是一種既得利益者 只是在最後他的選擇 他無法選擇背叛他的族 也無法選擇背叛他的國 那怎麼辦 他選擇自我了斷 協議中流竄著 Gaia族訓 他們無言以對 日本教導的毅禮 他們同樣無言相向 民族認同和文化衝突 形成兩股忠貞的極端力量 拉扯一郎和二郎的生命 死是他們唯一的選擇 其實當時我奶奶 他也要自殺 他跟他堆住裡面 剛好懷著我爸爸 我爺爺花岡 當然就是 葬在這個地方 帶你去看一下這樣 以彌久淨灑英靈 花岡家族和摩納盧道安眠於此 族人集體自義的小護士山 由日本政府改名為花岡山 促立在群山環道中 守護世代族人 時代紅潮的流轉 也同樣操控擺弄下山家族的命運 這是一個泰雅公主和日本警察的故事 說到我的爺爺 他原本心裡想 照政府的規定 就是他們的策略婚姻 就是三年以後 只要他政績做出來了 隨時可以拋棄他的太太太 太太生的孩子也可以拋棄 是這麼講的 那那個時候我爺爺呢 也是準備 三年以後 在政績好了以後呢 他就準備回日本 跟他初戀的那個親人結合 奶奶貝克道蕾冷艷高傲 是馬列巴最美麗的公主 為了拯救抗日的頭目父親 和族人性命 無奈和下山治平成婚 爺爺下山治平是日本警察 奉正月婚姻之命娶泰雅公主 他的初戀情人甚幼仲子 溫柔婉約 誓死要和下山治平死守一輩子 他說我寧願是做小的 我要兩個人服侍你 就這樣自己跑到台灣來啊 在當時的泰雅族的話 可以因為這個因素 把那些日本警察都殺光 一攤當時的 幸虧是我的祖母寬宏大量 1945年美軍在廣島長崎 投下兩顆電子彈 日本無條件投降 政權劇烈疲變 再度左右 貝克道蕾 丈夫和孩子一家人的命運 我祖父啊 要離開之前 最後一次要來勸我的祖母啊 再一次大家一起回去的最後一次啦 好來了以後呢 他說你再不去的話 我們真的回日本啊 你要跟這四個孩子留在台灣 下山治平帶著日本七小回國 貝克道蕾被族人引回部落生活 卻在國民政府和日本的政權交替中 從亡國奴變成規劃人 我們是亡國奴啊 我們孩子時候呢 被同學欺負太多了 我的那個大姐叫做傻瓜 我的哥哥叫做傻傻 那我叫做傻傻 我們還以為這是我們中國的名字啊 我的姐姐被他們欺負到從那個屋頂上 就被他們推下來 腳就斷了 怨又是怎麼樣 我從來沒有寫 想過怨恨兩個字 下山和花崗家族 以生命和血淚見證了殖民時代的荒謬 他們的故事是台灣百年時縮嚴 族群的命運在歷史縫隙中流轉 寬容是唯一的解答